夫麦屋酬千萬 免費公餐 天鄉學堂 18年養大50童 這個是屏東旭海小學堂的異語 天鄉的學童 在教室裡天真玩耍 與世隔絕 位於牡丹鄉的旭海村 近百漁戶人家 沒有超商醫院 連台提款機都沒有 年輕人都到外地討生活 約20個孩子 多隻來自隔代教養 單親或外配家庭 全村只有兩個小朋友 到電影院看過電影 孩子上學得花一個多小時 搭校車 出生旭海人稱方姐的潘怡方 18年前 卻甘願為孩子們放棄公職 看到四處嬉嬉的孩子 常有意外發生 決定辦小學堂 掛著潘朵拉撿餐招牌 五坪大的小木屋 幾張破爛木桌椅 拼湊出客難的旭海小學堂 再加個超級小廚房 就成了賺錢孩子 三餐經費的減餐店 平常的話 像這個時候 只有兩個客人 兩個客人吃的話 才一百塊 如果平均一天 才幾個客人 四個客人好了 對啊 有時候根本沒客人 五小米 減餐店每月萬元收入 飯前起碼四萬 方姐為此還賣掉兩棟房 更挪用了先生換車基金 家住屏東橫村的方姐 每天天沒亮就出門 花一個多小時車程 飛奔到旭海 為孩子送完早餐 再準備午餐 連台風天都不間斷 18年來 拉拔50多名孩童長大 每個孩子對方姐來說 都是心頭寶 小朋友還畫出 像天堂的小學堂 在做這一個工作 雖然不是工作 就這個服務已經做了 那個什麼 做了那麼久對不對 可是你有些 在地的人 你不支持就OK了 你還在潑冷水 邁入第18個年頭的 旭海小學堂 方姐與職工用心打造 旭海村孩子的無憂童年 三者間交織出的動人故事 仍舊上演著 像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陪其中兩個 很小的小朋友回家 就就是 一堅豬 對就是一手抱著一個 然後跟他們一起走回家 然後那時候很晚 我覺得就是 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可能很重 我覺得很重 就是一切公共 董新聞真的好偉大喔 報導 要是 叫我 打開 你 負責 你 打開